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對 很高興今天那個TEDEX團隊 特別把我從泰國請過來這樣 對 所以很榮幸能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不啦 我台灣人啦 所以 因為剛剛老師慢慢問我是不是泰國來的 覺得他問這問題問得還滿精確的 對 好 好 我基本上現在的工作大概就是做 行銷 管理跟經營的工作比較多 就像你們現在眼睛所看到的 跟你們所聽到的聲音應該在你腦海裡 產生不少的激盪 所以我的題目是性別 對 那我想跟各位分享的題目是 限制下的無所限制 所謂限制下的無所限制呢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常會聽到說 有一些很會講話的人 或很會激昂你的人 他會跟你講說 你必須要跳套鋼架 你要out of box 他會跟你講這些 我36歲 你知道我聽這句話我聽好久 這什麼叫out of box 你活在地表上 你out of box 你又不會因為今天跳一下 哇 我套外去太空去 不可能嗎 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這個 的邏輯跟先天的條件是不存在 就是 你沒辦法打破這個世界的框架 你也沒辦法改變這個世界運作的原理跟道理 這樣 很簡單就是 你不會今天走出去 真的 我想這個題目想很久 就是 會不會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老天爺突然看到我說 哇 這個即將好閃亮 我給他一筆很大的財富 然後讓他永遠的人生就不一樣 然後到今天為止都還沒發生 所以我還是得在這邊跟各位分享這個題目 所以我想說 百日夢天大家都會做 可是事實上 回到真實世界 我們面對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因為 我今天成為一個經理人 或今天成為一個總監 或今天成為一個總經理 我跟各位的生活就不同 為什麼 因為我可能跟各位一樣去吃隔壁的烏肉飯 到剛剛我還吃一碗肉羹 什麼意思呢 我想跟各位講的是說 財富不會因為你的成長或改變 而有所不同 你的生活方式就是那個樣子 包含你的選擇 包含你所過的生活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要跟各位強調這個觀念就是說 不要去誤解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 如果你認為你可以打破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限制的話 我會告訴你你在妄想 因為在這世界上 哈利波特的世界 只存在在 Jackie Rowling 的小說裡面 你活在是一個很現實的世界裡面 不會因為你人 掉了某個地方到世界某個地點 你人就不同了 有人說 哎呀我每次到國外去看 國外的整個場景 然後到國外的地區 看風景什麼都很漂亮 然後回來看說 台灣什麼都不好 什麼都不行 然後就告訴我 告訴我很順便的說 我們應該學國外應該學什麼 事實上那是因為你只是從一個限制裡面 跳到另外一個限制裡面 才去激盪出你有全新不同的思維 我想表達的是 大多數的人永遠都會認為說 外面的世界永遠很好 所以你走出去了 到外面世界看到東西 你會覺得很新鮮 可是你去問當地人 你去問那些在美國矽谷工作的年輕人 問那些創業家 他所面對的問題跟你其實是一樣的 他可能面對資源不足 他可能面對什麼 他找不到薄熱 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前面 他面對他每天得有一餐沒一餐的過日子 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這個主題 是想跟各位先講清楚說 你不要以為我今天會告訴你說 激勵你們 然後告訴你們的人生下一段旅程會更美好 我必須跟你們講一個很老實的 你人生不會有什麼改變 說老實話 就這麼簡單 有人說 不會啊 我聽很多人講說 我只要做了選擇做了改變 我人生就不一樣 這邊你們做了多少改變 你還不做在這邊 你有哪裡不一樣 沒有不一樣 你就不會坐在這裡好不好 對不對 講很簡單就是這樣嘛 我想跟各位表達師說 我們不要去很消極的說 啊老師你想表達師 那我就很upset的 很難過的接受 我說現實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只能活在這樣現實裡 然後我只能很沮喪很被動 不 我想告訴你們的 並不是這樣的道理 而是想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在限制之下 你有很多事情能夠做 所以為什麼我的題目叫做 限制之下的無所限制 原因是在於 你知道你自己的limitation 你知道你自己最高的那個頂短 頂點就是所謂的天花板 哇我碰不到 哇我碰不到 這個 莫名其妙的東西就掉出來了 好像在不是我胯下的東西 你看 今天不是祝哥亮的節目喔 抱歉 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啊 你在怎麼跳 地心引力 就是永遠把你限制在這個地方 天花板 即便就是看到 就是手身上好像摸得到 可是你怎麼摸就是摸不到 這就是限制 不要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剛剛的題目很有趣喔 畢業 工作 難道就是代表你就是成功 或者是你會得到好生活嗎 不是喔 這沒有絕對的 但也有可能今天你讀了Harvard 你會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可代表你人生就成功嗎 也不一定喔 所以要先從認識你自己開始 我最近不斷到處去演講 總是跟各位分享說 你要先認識你自己 了解你自己 發現你自己 最後怎樣 探索你自己 如果你連你自己都不認識的話 你怎麼會知道限制在哪裡 比方說我最近最大的限制就是懶惰 喔 我好懶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可以躺在床上看影集好開心喔 然後想說 哇 神正局啊 然後看那個什麼斷頭谷啊 啊 林思路 看著然後就看一看 靠 三四天過了 我無所事事 然後 然後回到電腦前面 怎麼辦 寫不完的提案 這是什麼 認識你自己啊 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這才能夠從認識你的過程中 去了解到你真正的缺陷在哪裡 近著去怎樣 調整它 我想講的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原則是 如果你連自己都不認識的時候 當你時間過了 人生過了 你會發現你回頭再去解釋這一切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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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不到任何出事馬跡 也找不到任何的軌跡說 你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講的很簡單的原則就是 當我這幾天一直在看影集 其實真的是想麻痺自己 心情很好 可是我又不酗酒 好討厭喔 不然會想敘個酒你知道嗎 然後狠狠的揍幾個人這樣 可是我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呢 我就藉著看影集打發時間 時間一過我才發現 哇 慘了 我手上的體驗好多沒寫完 我手上好多的講義和很多的報告沒寫完 我要提出了很多的投資建議沒有給 然後接下來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活在自己的活地域裡面 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活地域裡面 所以說我每次都跟我同事講說 我的辦公室門口一定要寫一句slogan 叫什麼 Welcome to the hell 這是對我來講很重要 就是每天提醒我自己 Ah fuck I'm going to the hell 對 這樣門一打開我就進到地獄裡了 可是人家只是提醒你自己嘛 讓你自己了解到說自己原本說 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所以你怪不了別人 可是這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也怪不了別人 所以停止抱怨 停止埋怨 停止你所有在講的那一切 你覺得很不好的事情 原因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你自己的限制 這就是你自己的限制 舉我為例子好了 我今天被主辦大會 提取說我可以談性別 很多人說 吉祥老師你跨越的性別 你是雙性人 嗯 雙性人 嗯 我該有的沒有啊 不該有的還在身上啊 對不對 所以沒有話 我只是嗯 就是穿著打扮跟各位比較不一樣 很多人認為在性別的世界就是很簡單二分法 其實如果我說真的 我們不用二分法的話 這個社會早就不存在了你知道嗎 沒有二分法的話 這個世界早就崩潰了 因為你只要路上要叫先生小姐 你也不知道嘛 就是人家看到我說 老師你要怎麼稱呼叫先生嗎 我說你看著我的樣子 你叫我先生你覺得舒服嗎 他說不舒服 那你覺得叫我小姐你覺得適當嗎 怪怪的 我說對 所以叫我季香就好 所以季香變成一種性別 很奇怪你知道嗎 這也是我一直覺得莫名其妙的 為什麼我的名字變成一種性別 可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當我從決定做這件事情開始啊 我每天都在問我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我想告訴各位是 我沒有在質疑這件事情 就像剛剛老師媽媽很精彩的演講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你絕對不能質疑你在做的事情 因為那會擊潰你的信心 會擊潰你的信仰 會讓你的信念無所存在 會讓你知道說 你所堅持到最後的每一件事情 是消失的不見 為什麼會這樣呢 沒有別的啊 因為那就是你自己啊 你所建立出來的價值觀 你所立出來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你相信某件事情 你信任某件事情 你知道某件事情 可以因為你的決定而有所改變 即便幹嘛 去弄個頭髮 把自己頭髮弄得漂漂亮亮 你也相信自己頭髮弄完會漂漂亮亮的嗎 也大多時候是失望比較多嘛 所以一個好的美髮是很重要嘛 你知道嗎 美國總統講的 所以他頭髮不這麼多 可是我要講這個道理的原因是 我小時候我不懂 我國小的時候我保受霸凌 國中的時候我不懂 國中的時候也備受霸凌 出社會的時候 到前天我去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還跟我說 欸 老師 我跟你講 你這樣出社會 一定會很難找工作 廢話 你不要每天每個人問我 問題就是從性別跟限制 直接綁在一起嘛 但事實上這就是所謂的 社會的普遍的主流價值觀 他會認為一個人的限制 發生在他身上的時候 這個人就被怎樣 框住了 所以會很多人跟你講說 你應該跳出框架 但我想問各位是 你知道你的框架是什麼嗎 你真的以為你的框架 是挑戰你的comfortable zone嗎 你真的以為你挑戰你comfortable zone 之後你就能夠有所改變嗎 不是 真正改變的是你自己 你真正要去思考的是 你決定做了一些事情之後 你能不能貫徹實踐到底 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當我做了這樣子的改變 什麼改變呢 有那個那天被訪問 他問我說 你怎麼過來的 你為什麼敢站在大家面前 我說沒有為什麼 我以前走在路上 看到每一對眼睛 我都嚇得半死 哇 這些人把我當怪物要求 我趕快飛回泰國好了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看著你們眼睛 沒有啊 沒有什麼 然後什麼 不就跟我一樣 在地表上面 有兩條腿 五官的正常人類嗎 除非我們有歪心人在裡面 不然我相信 應該不會看到什麼特別的 應該沒有吧 對 看起來都像是人類嘛 所以啊 我跟你是一樣的 我跟你唯一的不同是在於哪裡 我選擇做我想做事就這麼簡單 那你說選擇想做你想做的事情很容易嗎 好難喔 你知道嗎 你父母親也告訴你不能做 你的長輩也告訴你不能這樣做 你的職場你的工作告訴你不能這樣做 很多的不能也變成你的限制啦 可是我想要講的是 限制之下的無所限制就是在這個地方 不要因為別人告訴你的限制就是這樣 你就聽從那樣的限制而 活在那樣悲情的世界裡面 沒有必要你在那邊再難過再痛苦 不用看到你在那邊半夜錯氣的時候來安慰你 你真正應該面對的是當你被挫折挫敗 活在那種限制之下 在根本走不出去的陰影裡的時候 你到底應該怎麼樣才有辦法跨出內部 我講的很簡單啊 當我做這樣的打扮到學校之後 同學們看我把我當怪物 教官沒有一個人知道要怎麼處理我的問題 我的父母親回家就是 你哪有死死好啊 死變態這樣 真的是爛我幾腳 講我幾腳 可是我想跟會講的是 他們改變不了我 原因是 我活在我的另外一種限制裡 什麼意思呢 當我今天決定這麼做之後 有人會說 你會不會有一天不這麼做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堅持了一件事情 你堅持了這麼久 突然有一天你就會覺得 啊 就放下吧 像幸運法師一樣 靠 你知道你會面對什麼嗎 你過去所堅信的一切 將在一瞬間崩潰 你知道你所信任的那一切 將不再存在 你會活在一個很奇怪的世界就是 為什麼我過去要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我明明可以更好 我卻不選擇那樣 你會有很多問題 接下來是這樣 信念被質疑 生活被質疑 很多被質疑 到最後質疑的結果就是 你回到原點 然後那時候你可能講40歲 50歲 然後你才告訴你自己 I'm totally wrong 並不是這樣 人生其實就是一連串的 從限制裡面跳到另外一個限制裡 在這個限制的過程中 看清楚你在每一個限制的裡面 你能做到什麼發展而已 好比我的性別就這樣 既然人家不容易接受我 我就做讓人家容易接受我的事情 就是做什麼 到處嘴炮嘛 對啊 對不對 就是多講個幾句 多唸個幾句 多說個幾句 所以我現在當什麼 顧問嘛 只顧不問嘛 對啊 所以是一個很棒的職業 就是大家會聽我講 願意聽我說 甚至有時候呢 發起飆來 大家會覺得 即將老頭在生氣 剛剛那五不是棒流嘎倫順啊 就是會有一個肅然起敬 但你要知道 能夠讓你具有那樣實力 跟別人講話 就只有一個原則 那是因為你過去的付出夠多 不要以為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就可以打破任何的限制 或跳抽出任何的框架 你得做出足夠的付出 跟奉獻出足夠的代價 你得犧牲掉很多 你所不想犧牲的事物 你會說老師 這個社會真的就這麼現實嗎 難道就沒有所謂的 公主與童話的結局嗎 我最近看了冰雪奇緣 很有趣齁 冰雪奇緣它裡面 終於迪士尼想開了什麼 你知道嗎 啊 公主終於不會第一眼看到就是 不是我想嫁給他啊 終於說我們會多幾天 多幾個小時的認識 不然像過去的 就是白雪公主 快碰到那個白馬王子 兩個看到就親下去 兩個就結婚 天啊 這不用過程了 媽呀 這樣子要跟一個人相處 你怎麼會做 你知道 人生是有過程的 限制是在一環又一環又一環 過程之中不斷地發生 我最近重新去看了一部電影叫 《海客人舞》 如果你們還沒看過的話很有趣 《海客人舞》就是一個活生生的 一個限制的題目 人們活在母體裡面 Matrix裡面 當你活在這真實世界裡 你又在另外一個限制裡面 隨你永遠排隊步路 這就是所謂的karma 命運 所以我不是今天想跟你講 命運論或宿命論這種東西 這沒有什麼好談的 因為就像我同事常講的 《跡象》 我們明天要闖什麼大事啊 怎麼樣 我們應該怎麼樣 我說想那麼多幹嘛 走在路上了 被車撞一下了 人生就傻又哪哪了 共要賊 把握當下 活在當下 知道在那樣的限制底下 你該做什麼 然後盡力去做 然後不要因為別人歧視你的眼光 討厭你的眼光 排擠你的眼光 然後你就告訴你自己 對啊 我就是那麼loser 我就是那麼沒有用 不管你現在念的學校 不管你現在念的科系 不管你現在所做的每件事 看起來是多麼的無聊 無趣 那也是一種限制啊 那你怎麼從中找到你的日子 你怎麼從中找到 你能夠繼續發展的可能性 這不是一種玩笑話 好歹我也36歲了 聽聽我的話嘛 對不對 也許66歲有在講的時候 你們聽到都要肅然其境了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的樣子 你們不會想看到我這個樣子 哦 老師 你66歲了 不要穿得這樣好不好 我的性別就會造成我另類的限制 你知道嗎 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 就是最後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們的未來有無限的可能 可是啊 要限制住你們自己的 只有你們自己 但你們要說擺脫限制 擺脫枷鎖 那什麼斷關鎖鏈 斷關文節 這種東西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我不是說叫你這樣盡情的擁抱他 我叫你是什麼 瞭解到自己在什麼時候做該做之事 瞭解讓自己知道什麼時候碰到問題的時候 該用什麼態度去解決他 自然而然的限制就會這樣 從另外一個圈子 從跳到另外一個圈子 你的框架也會跟著變得更大更不同 格局視野也會被打開 你所接觸到的人也會因此而變得更怎樣 更符合你所期待的那一切 因為什麼樣的人就吸引到什麼樣的人 如果你天天是一個自願自愛的人 你生命就是一天到晚跟你一樣 吸毒酗酒的 不是啦 是那種怎樣 對人生沒有樂觀 沒有主 沒有想法也悲觀消極的人 沒辦法 世界就是這樣 對 所以人會互相吸引 這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題目 就是所謂的限制下的無所限制 謝謝各位 謝謝